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5日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加州重启了 就是说,这一年三个月以来 加州为了防疫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 从今天开始基本上都取消了 首先有一条 那就是各个商铺,各种商业活动 全面恢复,不再有任何的限制 你像以前的餐馆会根据疫情的情况 限制说不能堂食 或者虽然要堂食 但是你这个容量只能有一半 现在就这些限制全部都没有了 其次呢,就不需要再保持这种身体的距离了 你像以前到超市去排队的时候 就在付款排队的时候呢 这个地上都是画着标志的 要求按那个标志站队 相距呢,是6英尺 也就是1.8米左右 那么现在开始呢 你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保持身体距离了 各种各样的排队 你要你挤在一起 也可以了 还有一点呢 那就是口罩 口罩呢,如果是在室外 那都不需要戴口罩了 在室内呢 除了那些高危的场所 像医院 中小学 还有像公共交通 监狱 这些美国疾控中心 要求都戴口罩的场所之外呢 像一般的场所 超市 商店 现在呢 就如果是 已经完成了 疫苗接种的人呢 就不需要戴口罩了 那当然了 这个 你有没有完成的疫苗接种 目前来说 他是不会去查的 完全呢 就是靠自觉 那所以基本实际上呢 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意味着 你在一般的室内的场所 其实呢 都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那么一般的 加州的人民 对这种 取消各种各样的限制 已经被限制了 一年多了 当然呢 是非常的欢迎的 那昨天晚上呢 有一些酒吧 就已经几晚了 人就等着 零点一到 就重新的 时刻到了 可以呢 开始庆祝 那今天呢 在迪斯尼乐园门口 就排起了 非常长的队友 等着 等着进 迪斯尼乐园去玩了 那个队友 长的 可以跟 中国广东 那个核酸检测的 队伍 相辟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 6月15号 这一天 重启呢 这个 跟美国的一个节日 有关 这个节日呢 叫 阵亡将士 纪念日 他是每年的5月份 最后一个星期一 今年呢 也就是在5月31号 那这个星期一 跟是要连上前面的 星期六 星期天 那就是一个长周末 刚好是在5月底 所以这个节日 在美国那就变成了 一个夏天到来的 这么一个标志 大家呢 就利用这个 这个长周末聚会 烧烤 旅行 那就人群积极 移动 这样的话 就会为病毒的 这个传播 创造的条件 所以在过期的 整个疫情期间 每逢节假日 过后 那么一两周 美国的 这个新发 新冠病例数呢 就急剧的上升 但是这次呢 不管是 美国也好 加州也好 在这个节假日 过后 现在已经 距离那个 纪念日 已经有半个月了 这个病例数 并没有上升 反而呢 一直在下降 那就说明了 这个疫情 已经控制住了 而且这个控制 不是靠这种 员防死守 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 那就是疫苗接种 这个疫苗接种率 已经达到了 能够形成 免疫屏障的 这么一个地步了 加州呢 这个疫苗接种率 已经达到了 百分之六十 那那些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相当一部分呢 又被病毒感染过 有了自然的免疫 这样加起来呢 这个免疫的 这个比例呢 也就已经高到 足以建立起 免疫屏障 所以呢 虽然你这个聚会啊 旅行啊 为病毒的传播 创造的条件 但是呢 它传不起来了 因为它碰到的 大多数呢 都是已经对病毒 有免疫力的人了 没法传了 而且这个免疫屏障 虽然建立起来了 并没有说啊 就不再 推广 这个疫苗接种了 还在推广了 那就就是说 这个免疫屏障 会越来越牢固的 这样的话 就不用担心 说这个疫情 会反弹了 就可以放心的重启了 那有一些人说了 你这个重启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中国 在一年前 已经重启了 现在呢 上海迪斯尼的人 里面的人 也是呢 人满为患啊 其实呢 中国的重启 和美国的重启呢 是很不一样的 加州的重启 我刚才说了 靠的是因为建立起了 免疫的屏障 那生活呢 完全恢复了 完全放开了 不用担心 会出现反弹了 而且这样的重启呢 是有持续性的 只要这个免疫屏障 在那里 就一直会 这么持续下去的 免疫屏障 当然有可能会受到威胁 比如说 出现了 这种很重大的 病毒的变异 导致了疫苗的失效 那么呢 当然这个免疫屏障 就会受到破坏 但这个也不是很可怕的事 因为万一出现了 这种情况 那就 大家 再补打一针 专门针对 这种 病毒变异的疫苗 好了 就又把这个 贬障屏障呢 给补好了 所以 它这个重启 是真正的重启 是让生活 恢复了正常的重启 中国的重启 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 所谓的重启 是在 严防 死守之后 在 封堵 之下的 重启 是把文 把这个国文 关起来的 重启 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的人 对这个病毒 是没有 免疫力的 它是没有建立起 免疫屏障的 所以这样的重启 是很脆弱的 第一呢 它不具有可持续性 你把国文 关起来 你能够关多长时间 关几年 关十几年 那么即使 你咬咬牙 我就一直关下去 管它关多久 你这个门 也是不会说 一直是很严严实实的 病毒 还是会找机会 传进来的 也是会出现 所谓的 输入性病例的 或者呢 虽然没有输入性的病例 按中国的说法 还有可能病毒 通过什么冷冻的食品 传进来的 那么你一旦病毒 传进来了 不管用什么方式传进来了 由于你里面的人 门内 墙内的人 对这个病毒 绝大部分 都没有免疫力 那么病毒呢 就很容易传播 所以这个时候呢 马上又要开始采取 封城啊 封小区啊 各种各样的 严防死守的措施 这样的话 你这个重启 马上就没了 所以这种重启 是很脆弱的 暂时的 不是真正的重启 不只是中国 其他的一些国家 像是新西兰 澳大利亚 他们也号称 也是重启过 但是这种重启呢 也都是 关起门来的 很脆弱的重启 真正的重启 应该是像加州这样 通过疫苗的接种 建立起免疫屏障 其实中国也是知道的 所以中国现在 也在大规模的 推广疫苗的接种 号称呢 已经打了什么 八九一剂了 也是呢 要建立起 想要建立起 这个免疫屏障了 但是呢 中国的疫苗 跟美国的疫苗 不一样 它的有效率 是很低的 百分之五十 甚至呢 更差 那你靠这种 低效的疫苗 你打得再多 也是没法建立起 免疫屏障的 所以呢 也就是没法 真正的重启的 咱退一步说 也许 中国 哪一天 想通了 要改打 或者补打 这种高效的 疫苗了 要从国外进口 这性是RNA的疫苗 贴个牌 叫什么复必泰 复兴疫苗 让大家都要来打 这样的话 是可以建立起 免疫屏障了 但是呢 即使在中国建立起了 免疫屏障 也不太可能 有真正的重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免疫屏障 建立起来了 只是病毒传播不动了 并不等于说 就完全没有病毒了 还是会有一定的 这种感染的人数 一直在的 你像在加州 现在平均每天 还有好几百例的 这种新发的 新感染的病例 所以呢 他只是说 不可能病例数 说再上升 还会下降 但是呢 你要把它完全清零 是不太可能的 包括像 以色列 现在呢 每天 也还有十几个 病例 但是在中国 他的整个防疫的政策呢 采取的 是清零的 做法 是对于这种感染 采取的 是零容忍的 是不能有一个 感染的病例 不能让 这种感染的人数呢 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的 不行的 而是要清零的 所以你只要 还有这种 零星的病例 中国呢 就还是要 远方尸首 想把它给清零的 这样的话 就没法 真正的重启 没法真正的 让生活 恢复正常 所以中国要 真正重启的 那个日子 是遥遥无期的 加州呢 是美国第一大州 是世界第五大 经济实体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加州 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 来算的话 它的经济实体呢 是可以在 全世界排在第五位的 所以它的重启 建立起免疫屏障之后的 重启 就既有里程碑的意义 比以色列建立起免疫屏障之后的 重启 意义要大得多 我以前的节目一直在强调 说在这个疫情过去之前 谁也别笑谁 因为经常有这种小粉红翻墙过来 然后嘲笑美国 什么防疫搞得不好 那么多人感染 死了那么多人 但是你因为你现在疫情还没过去 你现在就去嘲笑别人 这个为时太早 还不知道谁会笑到最后 但是现在目前来看 笑到最后的很可能呢 就是美国 因为它现在正在建立起免疫屏障 几乎呢 就是一劳永逸的 所以美国很可能呢 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战胜疫情的大国 而且呢 它靠的不是什么人防死守 靠的是疫苗 所以呢 这个是科学的胜利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